光是這個昨天 我們就看到這個北韓 一下子出動了上百架的戰機 要什麼進行什麼空襲的演練 還逼到南韓這邊 也出動了幾十架的F-35A 這個戰機在空中在進行應對 那甚至連這個聯合國都被驚動了 趕快這個做報告說 現在這個北韓可能核四報 已經要進入最後的階段了 所以就請教他這個韋航 最嚴重的是 如果弄不好的話 還可能牽連到台海 我必須要說這個小胖子 他就是這個 普丁正在紅的時候 總是不甘願 要動一下 動一下他才有牌 不然你美國 日本 韓國 在我旁邊演習這麼囂張 不射你個幾發 讓你們起來 早上起來尿尿 沒有啦 就是稍微緊張一下 讓你想個警報 可是這一次小胖玩的是 一層疊的一層 越玩越誇張 要注意最近最新的一個就是 北韓一百五十架戰機 同時升空 一百五十架戰機 同時升空 什麼概念 我必須要說 我們中華民國空軍 大家經常講 共機入侵 一下來八架 一下來四架 感覺就很多了 我們的飛機就要趕快上去應對 搞不好就上去個三架 五架還不夠 要不要上去個十架 人家一下來一百五十架 每個天空都是飛機 但是這一百五十架低 他雖然壯觀 但實戰上完全不可能 實戰上他有個空域 每架飛機要有自己迴旋作戰 有一些作戰術動作的空間 所以我們講說 即便是台海上空 甚至廣遇到什麼西南空域 海峽中間以東 這整個區域加起來 能夠塞個幾十架的不錯 因為我們的飛機本身就需要空域 我們甚至有些空軍跟我講 如果真的要打 他們會先離開 為什麼 我們的防空飛彈會射出來 萬一冒到那還得了 所以就是當共機看到 我們的飛機過去南塌的時候 共機反而不怕 因為代表中華民國 大家不會射飛彈 但是看我們的飛機突然走了 共機可能還要怕怕 因為中華民國空軍不警告你了 中華民國空軍直接默默離開了 那可能就是中華民國 防空飛彈要來了 好 這個是實戰 因此北韓派出一百五十架氣勢精人 但他們成大編隊 感覺像是閱兵 就南韓的觀點來說 他想北韓有六百架軍事戰機 可以作為戰鬥用 可是絕大多數極端老舊 應該放在博物館 他們都把他拉出來 算成一架 你們說拉出來能夠飛嗎 就是飛不太起來 所以一百五十架 大概是北韓所有能飛起來 極限 就是至少能夠追得上 其他飛機的那種程度 有些可能很勉強 上去可能哭哭少 好 那當然南韓就是說 我雖然知道你這個是蠻費的 但我的態勢不能輸人 所以這一次他直接把F35A給拉出來了 過去他可能用KF之類的 KF16這種其他比較實戰 就是比較常見的 經常拉出來亮相 但是這一次也出動F35A 因為你出動一個過去沒有的嘛 過去沒有的場景 我也來個過去沒有的場景 給你瞧瞧他這些東西拉出來 不要講說是這個這麼多 他其實大概是來個五六架 這些大概就不行 五六架就不行 他一次出動了四十架 看誰肌肉大 這個F35 這個他的戰鬥力 除了他本身的攜帶量之外 他其實也是整個大的戰術體系的一部分 他有引導的作用 所以你不知道南韓還有多少真正的敵力 也許F35就是帶著真車之後 我就叫底下的防空飛彈就打 也是有可能 所以他強勢強在這邊 跟這些老飛機比起來 這些老飛機還在那邊東看細看南看北看 因為他雷達非常的老舊 好那當然北韓也沒有這麼簡單 這一次北韓釋出的影片 真的嚇到了韓國人 也嚇到了美國人 什麼呢 九月二十五日他們的這一波影片釋出 他們當時試射 南韓才一度研判說 應該是從這個飛彈發射車打出來的 可能是伊斯特卡爾德 這是在俄羅斯可以看到的 或者是北韓自己研發的這個飛彈 沒想到畫面釋出之後 原來是在水庫內射彈 水庫內射彈 好 我這個就必須核先敘明了 北韓擁有潛射飛彈能力 從潛艇去射飛彈 從水下射飛彈 海裡射飛彈能力 這一點是大家已經知道了 但是沒想到他可以在淡水水庫裡面 水庫裡面不會有潛艇 不會有能夠發射飛彈的大型潛艇 所以這代表呢 這個小胖子特別來秀給你看 就代表我們有把整個飛彈發射架 放到水裡 用壓力把它打出水面之後 再點火再發射的能力 好 這個有什麼樣的效果 什麼效果 這個水庫那麼大 到底藏在哪裡 所以原來我可能去調動衛星 我從上面去 飛彈發射就這裡 這邊有個洞就這裡了 水庫瓶的你怎麼知道 他是藏在哪裡呢 南韓在事前的整個偵查上 就會有很大的麻煩 我必須要說目前還沒有什麼技術 可以解決 因為南韓離北韓真的太近了 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還有一個臺灣海峽 這個天然的眾生 可是他們就是比如說 首爾到北韓那是距離 可能一般臺灣人都不知道多近 首爾到北韓 差不多從我們這邊 台北到三隻這樣子 就是只有這樣的距離而已 他沒有眾生 所以如果真的人家要打什麼出來 他們的反應時間 他們號稱三十分鐘之內 把北韓的飛彈解決掉 一分鐘發現 一分鐘定位 然後接下來三分鐘 我們的東西發了出去 二十五分鐘之內 一定要把它擊落 就是不管它怎麼閃 巡應飛彈可能閃 然後反正我就是要在二十五分鐘之內 把你給解決 但是原本一分鐘找到了 現在他從水庫裡面射出來 水庫這麼大 湖泊這麼大 北韓這麼多湖泊 甚至是河川 到底他藏在哪裡 他藏在水裡面怎麼找 對 這就是最大問題 因為他可能這些設備 是在水裡面可以默默移動 偷偷的移動 在趁著夜間移動 他跟一般我們挖一個山洞 就不一樣 在鐵路上 至少有個鐵路在跑 有個道路在跑 我們可以先是海 水 這個其實就是最寬闊的東西 因此男孩在防禦上 就會變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就說 糟糕原來美韓防禦網似乎出現漏洞 我們要趕快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小胖子看到這個東西囂張 跟敵人沒什麼好談的 他睽違一個月再次亮相 當然他上一次亮相 據傳是看他家的小朋友跳舞 那這一次再次亮相 就是看這個飛彈發射很帥氣 曹中社還有聯合國都強烈懷疑 他們即將就是完成所謂第七次核式的 相關準備 核式就是要挖洞 挖進去 然後煉好一顆蛋 蛋要把他運進去 組裝所有的幫他設備進去 然後再來炸 他們才認為現在洞已經差不多挖好了 河南的原料也差不多已經都用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炸不炸 炸了之後北韓一定會受到制裁 當然美國也可能在喊出更進一步來 比如說我要怎麼樣去譴置你啊 你必須要答應我什麼才能有後續的一些動作 但是除了核彈之外 我們一般講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還有別的化武 生物武器 還有所謂的電磁武器 好 北韓也在做這一些 特別是化武 他包括了抑制性 窒息性的毒劑 血液毒劑 糜難性 神經毒劑 還有所謂的鎮暴毒劑 他擁有的化武可能超過五千噸 而且他的生產能力必要的時候投產 一年也是這樣子的產能 四千噸左右 真的要做事做得出來 那你會說化武 這種東西在這個現代社會 不是被禁止了嗎 北韓沒有在管理的 北韓就是流氓國家 想打就打 你要注意我剛剛提到南韓離他非常近 如果人就是三治安台北市區的距離 人家真的要丟什麼化武過來 真的是防不勝防 那他除了化武之外 他也有一些生物的生物戰技 就是一些細菌戰之類的東西 他還有一些電磁武器 而且北韓根本不怕你電磁武器反制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用電 太窮了沒有什麼電器 但是南韓這麼先進 他丟那種電磁武器過來 EMV過來 你一下子所有的系統都壞掉 可能會影響人命的安全 好那當然隨著他們這一路玩下去 小胖子不安任 普丁越打越瘋狂 接下來大家就是看了習得得 習到達 然後到底後續會怎麼樣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包括台積電 他會不會一開戰 就把台積電給打爛 過去講細盾 現在是看你就是 你有盾是不是 我先把你全部打掉 破鍋破摔 但是我們這一邊 雖然蔡總統有出來宣誓了 我們會強化我們的相關的投注 但是多少時間 來不來的 擠在這三位發狂的大哥面前 他們在正式結盟全面出擊之前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好 接下來的準備 所以就知道大家好好